一号选手 诸葛亮简介 诸葛孔明 来自徐州 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 从赤壁之战到五丈元时时 一直勤勤恳恳为蜀汉事业奋斗着 为人踏实 能力强 治国长于兵略 辩论履历 去动物当说客 促成孙刘联盟 演艺中描写的蛇战群儒 无疑是夸大了诸葛亮的对人能力 史书只记载了诸葛亮和孙权的一大段对话 但诸葛亮的口才也足可以体现 三国之记载 亮说全约 海内大乱 将军骑兵具有江东 刘豫州一收重汉南 与曹操并争天下 金操山一大难 略以平矣 遂破荆州 威震四海 英雄无所用武 故豫州顿逃至此 将军量力而处之 若能以无 越之重与中国抗衡 不如早语之绝 若不能当 何不按兵树甲 北面而视之 金将军外托服从之名 而内怀犹豫之计 是劫而不断 或之无日以 全约 苟如君言 刘豫州何不遂时之乎 亮曰 田恒 其之壮士尔 有手亦不如 况刘豫州王氏之咒 应才盖世 众是羊目 若水之归海 若是之不济 此乃天也 安能复为之下乎 全博然曰 无不能举全无之地 十万之重 受之于人 无济决矣 非刘豫州 莫可以当曹操者 然豫州心败之后 安能抗此难呼 大致意思就是 刘备逃到了江夏 曹操已经占领荆州 事情非常紧急 诸葛亮主动请英渡江区 和孙权联盟 诸葛亮和孙权说道 如今曹操势力强大 但是我主公仍然不屈服 依然抗争在第一线 多能耐 孙权您自己掂量掂量江东的人马 能不能和曹操一战 如果不能早点投降了吧 如果可以 那就战场上见 您这样犹豫不决 会耽误大事的 孙权就问 刘备为什么不投降 诸葛亮说 我主公是谁 还是皇叔 棒棒的 怎么能向曹操称臣呢 孙权愤然地说 我也不是懦夫 战就战 怕啥 就这么 孙权被诸葛亮说服了 有了之后的赤壁之战 辩论宣言 从来都是我对人 哪能轮到人对我 二号选手 邓之简介 邓博苗 河南人 为人正直诚恳 严谨清廉 被刘备重用 诸葛亮执政期间 邓之在蜀汉也举足轻重 辩论履历 两次初始东吴 言此得体 守孙权赏识 三国之记载 蜀父令之崇亡 前卫之曰 若天下太平 二主分之 不亦乐乎 之对约 复天吾二日 吐无二亡 如并位之后 大王为身使天命者也 君各冒气得 陈克尽其中 将提包谷 则战争方十二 全大校约 君之成款 乃当尔邪 孙刘的夷灵之战后 两者都元气大伤 诸葛亮为保全属汉 派邓之初始东吴 邓之言辞有礼 和孙权陈述厉害 挽回了无数联盟 孙权对邓之说 刘备一死 你们蜀国又主胎之嫩 蜀国恐怕自身难保了 我和你们联盟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邓之回答说 吴国和蜀国有着差不多的领地和实力 吴主您是当时英雄 我们丞相诸葛亮也不差 两个国家又有地理优势 合力起来 可以进去天下 也可以保持安定 这是自然的常理 如果您屈身于魏国 我们被灭后 您觉得你们还能长久吗 邓之的口才 说服了孙权 无数没在交火 辩论宣言 他强认他强 专对诸葛亮 三号选手 秦府简介 秦自斥 四川人 著名学者 代表作品有打王商书等 早年在刘章手下从事 后来追随刘备 刘备罚无前 秦府劝阻 被刘备惩罚入狱 后被诸葛亮提拔使用 辩论履历 和东吴使者张温舌战 秦府胜出 三国之记载 集至 温问月 君学乎 福曰 无耻童子皆学 何必小人 温父问月 天有头乎 福曰 有之 温月 在何方也 福曰 在西方 是曰 乃眷西谷 以此推之 投在西方 温月 天有耳乎 福曰 天处高耳听辈 是云 赫明于酒高 声闻于天 若其无耳 何以听之 温月 天有足乎 福曰 有 诗云 天不艰难 知子不由 若其无足 何以不知 温月 天有姓乎 福曰 有 温月 何姓 福曰 姓流 温月 何以致之 达曰 天子姓流 故以此知之 温月 日生于东乎 福曰 虽生于东而美于西 达问如想 应生而出 大致意思是 当时吴国和蜀国重新联盟 张温奉了孙权的命令 去蜀国出事 他要回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来为他送行 秦福迟到了 张温心中暗自不爽 就和秦福展开舌战了 张温说 您还在学习吗 秦福说 必须的 小孩子都要学习 何况我呢 张温说 天有头吗 秦福说 有 张温说 天的头在哪个方位 秦福说 在西方 诗经中有云乃眷西谷 由此推向 偷在西方 张温说 天有耳朵吗 秦福说 诗经中有云 贺名于酒高 声闻于天 如果天没有耳朵 怎么会听得到呢 张温说 天有脚吗 秦福说 诗经中有云 天不艰难 只子不由 如果天没有脚 怎么会走路 张温说 天有幸事吗 秦福说 有的 张温说 姓什么呢 秦福说 毫无疑问 姓刘 张温说 你咋知道的 秦福说 天子姓刘 所以天姓刘 这一问一答 张温基本落败 秦福的口才甚是厉害 辩论宣言 学习使我进步 对人使我满足 四号选手 一级简介 一搏击 来自山东 早时在刘表手下做事 后刘备来荆州 一级常常去拜访 和刘备很交好 刘表病死 一级便转头刘备 一起出生入死 主要贡献就是与诸葛亮 法正 刘八 李延一起制定数科 辩论履历和孙权互对 不落下封 三国之记载 浅东始于无 孙权文气才辩 遇逆者已词 即是入败 全约 劳是无道之君忽 及及对院 一半一起 为族为劳 及之季节 累积如此 全身一支 有一次 刘备让一级出使东吴 孙权听说他的口才很好 于是就想故意刁难一级 一级刚向孙权行完礼 孙权就对他说 先生 您侍奉没有道义的君主 很辛苦吧 一级灵机一动 马上对道 我只是一拜一起 行个礼 不辛苦的 如此激紧 孙权很欣赏他 辩论宣言 人若对我 我必积之 五号选手 费以简介 费文伟 荆州江夏仁 和诸葛亮 蒋婉 将为并称为蜀汉四相 深受诸葛亮欺重 也是一心一意 为蜀国事业奋斗 辩论履历 费以初始东吴 面对东吴群臣刁难 仍理直气壮 不虚 亮已出从难归 以一位昭信 校尉史吴 孙权信即滑稽 朝周无放 诸葛克 杨备等才博过辩 论南风至 依词顺一睹 距离已达 终不能屈 全身弃之 为一月 君天下树德 必当古宫属朝 恐不能属来也 还 千为世中 亮住北周汉中 请依为参军 以奉使称之 平凡致无 诸葛亮刚平定南方 为了增进和盟友东吴的关系 派了费一出使东吴 孙权又想刁难来使 这次还叫上了很多大臣 一起来刁难 费一依然稳如泰山 对达如流 并不畏惧 孙权当时就料定费一日后 会成为蜀国重臣 辩论宣言 舍战群如 其实是我 这次还叫做蜀国重臣的 这次还叫做蜀国重臣的 这次还叫做蜀国重臣